其实这是游秀才和妻子设下的一个赚钱的计谋 然而给死人烧纸钱的风俗却一直流传下来 农历七月为什么一定要焚烧金纸 原来这只是民间迷信风俗 透过话剧鼓励民众不烧纸钱 马六甲茨记志工走进各社区 举办七月吉祥月祈福会 我们要鼓励大家要真心 不要迷信 这样子让大家都明白了解这个佛教的意义 也不会沉迷 烧金纸其实是一个习俗 他们传说下来的 只是我们要知道 讲讲我们如果要祭拜那些我们的祖先 还是我们的那些亲人的话 其实是要用我们的心去祭拜他们 用什么拜啊 改变以前的拜拜习惯 不再宰刷动物 以新香素果祭拜 跟众生结好园也为祖先祭德 帮我们的祖先祭祀 祭祀 就是让祂知道不要杀生 所谓的普祖就是祭祀 对我也许会了 我会有多少 我现在会慢慢改变我的想法 在佛前发愿 以灾界回向普渡众生 大约新闻饶舆论 邓凯生周一集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就会发愿者 杨栋梁